开业超过10年主打客制化的服饰店魔法衣橱 在台北市东区的两间门市贴出了招租公告 被消费者控诉老板跟员工捐款逃跑 有上百人在店内都还有除值金 现在呢只能自主自救会 有人的除值金最高甚至高达了9万元 那统计接到今天上午 小保官陆续是接到民众的申诉 全台目前一共是有50件的申诉案 北市法务局也出手 要求业者到市府说明 东区知名服饰店魔法衣橱 无预警的贴出出租公告 距离约100公尺的另一间门市 同样是拉下铁门要出租了 被消费者控诉业者根本是卷款逃跑 开业超过10年主打客制化的小洋装跟礼服 位在台北东区的知名服饰店魔法衣橱 深受不少女性顾客喜爱 但却惊传无预警倒闭老板员工 身影不少顾客气坏 因为自己的除值金都拿不回来 就很错 因为他毕竟已经经营10年的店家 信誉是还蛮有的 而且也有一些网红的配合 星期五的晚上 其实他就已经陆陆续续 把东西都撤离 事件持续延烧 顾客指控业者将会员的除值金卷走 由顾客指出店家停业前 还举办出清特卖会 业者组成的赖群 还把会员踢出群组 受害者逾百人 现在只能组资就会 会员的除值金 从千元到万元都有 最高甚至达到九万元 有受害者进一步指出 业者还基欠厂商百万元 以及有人借楼板七十万元 累计出估金额超过三百万元 截至十七日上午 消保官也陆续接获民众申诉 台北市有三十件 全台总计五十件 北市法务局已到两家门市 和两处办公室稽查 都无人回应 将通知负责人到市府说明 这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